那么就在纪念活动进行的同时 也有人注意到 26年来 中国当局对于六四的定性 是一变再变 但是现在也有人注意到 现在是不是连西方媒体 都要改变他们对六四的说法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 这又意味着什么 今晚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 就要来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 我们先来欢迎海涛 海涛你好 你好 宇文 是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 对于六四事件的这个说法 从过去的暴乱到动乱 到政治风波 到最后也谈到了 这是一起悲剧 不断地在改变 但是现在最让大家引起注意的是 有多维的这个一篇评论文章说 好像连海外的媒体 都把他们对六四的一些说法改变了 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一件事呢 多维在这个6月4号26周年 他发表一篇社论 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海外主流媒体 什么叫主流媒体呢 就像我们大家所说的 纽约时报啦 华盛顿邮报啦 什么指甲家论坛啦 洛杉矶时报啦等等 都在改变 这种这个当时对六四的这个 原来叫屠杀 有的叫屠城 现在都不说了 都叫清场 实际上他这个理解是不对的 因为他清场他说是crackdown crackdown我们理解是 起码是镇压 而不光是一个清场的问题 对吧 现在多为那篇社论 当然这篇社论 就被很多的海外的中文媒体 特别是网络媒体 他就加以引用 加以这个转载 大家都注意到了 这个 这种口气的变化 是 那么如果真的像这个评论当中 所说的西方媒体 或国外媒体 有这样的一种转变 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还有所谓的屠杀 massacre 跟所谓的crackdown 清场也好 镇压也好 它在本质上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啦 但是这篇这个社论呢 多为这篇社论呢 当然我们也情有可言 因为它的总部设置在北京了 那么它这篇社论 它只是提到了一些 一些现象啊 可能有些媒体 现在这个转口 不这么说了 但是我们只要注意到 你看 史密斯和罗比奥先生 他们发出的这个 给习近平主席的公开信当中 其中也提到 还也用了 刚才你说的这个massacre 刚才我们看到 香港的这个 每年一次的 非常参加人 非常多的这个维员 主国晚会 刚才这些 当地这个参加民众 他们喊的口号 也是要追究这个 屠城的责任 刚才你听到 他们用广东话喊的 追究屠城的责任 在很多的场合 比方说time 就是时代杂志 他们也是用的这种 到现在 甚至是几个小时之前 他们转发香港的消息的时候 他们也报了 香港那个维员 这个主国晚会 他们也是用的这个massacre 还是用的这个屠杀 那么屠杀 有的是屠杀 是不是屠城 那是另外一个 一个程度上的 这个不同而已 不管你屠杀 还是屠城 关键是你政府 当时的政府 你要不要给老百姓 一个交代 到底死了多少人 到底 现在你说解放军 死了十几个 但是民众死了多少个 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交代 只是丁子林 天安门母亲丁子林 他们多年不断的刺激 民间的追 就是找啊找 最后找到那三四百个 这个就是有名有名的死难者 据老百姓估计 还有西方的很多媒体估计 远远 当时死的人 远远不止这几百个人 是 确实 不管你如何定调 如何说明 最最重要的 仍然是他背后的事实真相 这也是多年来 大家一直呼吁要追寻的 那么现在我们撇开了 不说这个到底是如何定调 如何定性 我们也不看这些形势之争 我们就来看看 今年十六四二十六周年 在中国到底对这一次的事件 有多少的报道 又是如何来报道 可以说没有报道 任何 比方说环球时报 头几天他也许还要 就是 赢悔的 谈到一点 今天就是各报纸 就是鸦雀无声 的确是鸦雀无声 没有一点报道 唯一是 华春莹在记者会上 外交部记者会上 被西方媒体追究 追到追问到这个问题 说是这个 你们这个六四问题 和日本这个问题 华春莹就是 就是日本那个什么 二战侵略 早就定论了 这个中国这个事 就他把他 就很快就把他 打满回来 就打过去了 而且在第二天出现的 外交部的那个 文字记录上 就是有关的问题 就完全地删除了 是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海涛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为我们所做的说明 那我们今天的 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 还有我们的视频呢 也将为您刊载 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欢迎您登陆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